套上壓力褲 雙腿悶熱難耐 走路都有困難 謝伊玲靠著姐姐搗扶 才能勉強走出法院 心狀過幾次啊 四五次 四五次 她這個傷對妳生活 在哪裡影響是什麼 就是 因為她有本是體育系的 然後她又當排球播手 只是她現在就連一般的走路 都很不方便了 所以更別說是以後體育的人 對著鏡頭指著自己 最自卑的部位 雖然幸運逃過死結 卻一點都開心不起來 因為國手夢早被這把火燒成灰 因為她也說她要負責 但是我們不知道她到底要負責什麼 她名下沒有任何財產 她要負責什麼 她要拿什麼東西來賠償我們 把這五個月來的傷痛 一次宣洩出來 被害家屬好恨好恨 城堡後首度開庭 一連四天 傳喚四百多名傷者跟家屬應訊 其中劉志偉的母親 帶著兒子遺照上法庭 劈頭就說我要你看看這是我的兒子 因為你呂中吉僥倖心態辦活動 導致499人受傷15個孩子走了 氣憤的說就算你死15次都不夠 做鬼也不會原諒你 另外同樣死於這場意外的無言節 她的母親得知呂中吉認罪不認錯 偷罵她怎麼敢講要緩刑 替這樣的行為感到丟臉羞愧 變成那麼多家屬這樣子 對激動的控訴你自己行不行的想法是什麼 我一定都會完全的接受家屬他們所有的責難 那這也都是我應該要去面對承受的 釋出善意希望可以獲得原諒 但被害家屬不僅無法接受 更痛批她作秀推卸責任 一個個請求法官對呂中吉從中諒刑 記者劉氏偉章若瑜 SN小組 台北報導